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久TV秒知识,我是Cameo 从今年起,我曾将所有钢弹系列连成统一时间线解说 就是结合所有钢弹动画,试图拼接出一个完整的钢弹时间线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钢弹系列 但是由于钢弹故事众多,有些故事似乎比较独立 所以估计很多朋友并没有看过所有的钢弹系列 对于钢弹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画面 当然有些钢弹狂热者可能比我还要了解钢弹 但是我想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没有完整看过钢弹系列的朋友 我会按照宇宙世纪的年份去讲解钢弹故事 试图可以将大部分钢弹系列串联在一起 这样可以让那些未完整看过钢弹的朋友快速了解钢弹 毕竟现在回去一口气重温钢弹系列不太现实 为了简单易懂,我会将所有钢弹故事简化之后拼接成同一个故事 当然也是给想看原作而不知道从何开始的指南 我想其中会有不少矛盾点 毕竟这些故事的创作时间差距很大 譬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2015年制作的 可它却是1979年初代的前传 当然我讲错的也希望大家留言指教 订阅这个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79年至今的经典吧 这是钢弹时间线的第一期 所以我们会从机动战士The Origin开始讲起 宇宙世纪UC0079年 这个年份是初代钢弹诞生的年份 只是把1979改成了0079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对钢弹系列很有意义的年份 0079年是那场吉翁与地球联邦大决战的年份 也是夏雅的成名战 首次展现了吉翁的人形机动战士MIS 人类为了探索走入了宇宙 这个时代被称为宇宙世纪 人类在地球附近的轨道建立了许多适合居住的殖民心 他们可以通过自转来虚拟人造动力 原理就像周易曾经讲过的星际移民一样 但是这些殖民心不但虚拟了重力空气 还可以人造一些自然天气 总之就是要尽可能模拟地球的环境 但是这个人类的第二故乡并不是设想中的乐园 事情还要从UC0057年开始讲起 在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殖民心Thet Free上 产生了独立和人类革新的思潮 在吉翁共和国独立之前 当时叫做木佐自治共和国 而木佐是拥有地球联邦允许的高度自治权 在UC0068年 木佐的最高领导人议会议长就是吉温资母戴坤 他正在为了自己将要到来的演讲筹备 当然其实这是一份会引发战争的独立宣言 他要求地球联邦军撤离木佐 所以使得吉温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可是就在他准备演说之际 突然心脏病发身亡 这引发了所有在场的民众不满 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多人有独立的念头 无法接受地球联邦的压迫 正好借助这件事将吉温的死说成联邦的暗杀 在群情激愤下联邦政府与示威者爆发了冲突 并出动了水炮车镇压 而民众就使用自制的燃烧弹回击 这场面我想每个香港人都不会忘怀 接下来事态升级 开始出动了太空坦克 而这时吉温的下属 萨比加族狄迪金 似乎想控制吉温的蹊跷 可是拉尔家族的金巴却认为 萨比加可能才是杀死吉温的真凶 所以拉尔家立即将吉温的七小 带去自己府上保护起来 当然已经大权在握的萨比加 不会放过他们 并且要想办法铲除金巴 就在吉温出兵当日 萨比加的车队遇袭 迪金最能干的二儿子惨死当场 为了政治斗争 他们把矛头引导去了拉尔家族 有一些民众开始抗议 让拉尔家给一个说法 加上萨比加派人去见了吉温的儿子卡斯巴尔 发现他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坚强 并决定要趁早解决这个隐患 这是拉尔家儿子兰巴生知现在的危险 所以秘密安排了自己父亲 以及吉温后人 离开木佐去往地球 为了吉温两个孩子的安全 还特别制造了一场坦克大战 让所有人都以为吉温的后人已死 虽然送走了他们 但是兰巴自己却只能留下 向萨比加效忠 在拉尔家势力瓦解后 萨比加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木佐 宇宙世纪UC0071年 吉温的两个孩子已经在地球长大 并且被一位西班牙富商 马斯家族收养 改名爱德华和雪拉 可是危险并没有就此解除 由于金巴拉尔觉得 木佐改名吉温是一个极大的笑话 明明杀死吉温的人是萨比加族 可现在吉温的掌权者 竟然是毒害吉温的萨比加 当然卡斯巴尔自从知道自己父亲 可能是被萨比加毒害时 就产生了异于常人的复仇之心 但是自己毕竟是戴坤家族最后的希望 所以不可以轻举妄动 很小卡斯巴尔就有了成熟冷静的性格 但是相反 身为卡斯巴尔的老师金巴 做事却更加冲动 为了可以复仇 他隐瞒救急自己与两位孩子的养父马斯先生 私自去联络了军火公司赞助 准备反攻夺回吉温国的控制权 就是这个举动惊动了萨比加族 立即派军队去屠杀了富商马斯先生的家 奇怪的是去刺杀马斯 金巴以及吉温两名子女的人 竟然穿着一身笨重的铠甲 这是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吗 当时明明有枪 开枪不值些些吗 这么重的铠甲影响行动 当然会增加失败的几率了 所以最后只杀死了金巴一人 马斯先生重伤 孩子们不但没有受伤 在卡斯巴尔的奋战下 击败了铠甲人 不过担心之后的安全 马斯先生同意好友的建议 自己带着孩子离开地球 反而去殖民卫星SideFi上居住 这样是为了让萨比加族安心 他们在萨比的势力范围 应该不会再有反抗之心 当时离开地球去殖民星十分简单 就如同现在坐飞机一样 马斯全家在监视中离开 有趣的是去SideFi的时候 遇上了正准备与父亲同去Side7的阿姆罗雷 他可是未来卡斯巴尔的宿敌 不过萨比加还在秘密研发可以抵抗地球联邦的武器 为了做大量实验 他们摆留在宇宙的兰巴找来 让他来测试新武器 当然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才 虽然之前因为他送走父亲以及吉翁的子女 一直被军方冷落 但其实兰巴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为了可以测试改良新武器 重新重用了他 萨比加这种叫激动工兵的MS 绝对在当时是超前科技 虽然当时地球联邦还没有这种武器 但不代表地球联邦没有开发类似武器 其实移居Side7阿姆罗的父亲 就是研发MS兵器的科学家 去到了Side5的卡斯巴尔 与妹妹阿尔戴西亚 他们遇到了一个与卡斯巴尔一模一样的男孩 几乎只有瞳孔的颜色不同 这桥段在钢弹系列似曾相识 两个无血缘关系的双胞胎 总觉得这种安排实在太可疑了 总之这个人叫做夏亚阿兹纳布尔 没错 之后的卡斯巴尔就是冒用了他的身份 因为两兄妹得知自己的母亲离世 加上夏亚考上了齐翁士官学校 卡斯巴尔萌生了一个借助夏亚之名 混入集庸军的想法 借口上学离开了养父与自己的妹妹 卡斯巴尔故意与夏亚一同出发 而谎称去上学的卡斯巴尔 当然是想找机会与其调换身份 同时负责监视卡斯巴尔的人 因为他可能要离开Sidefly 所以萨比扎决定要斩草除根 绝对不能让卡斯巴尔离开 在他准备坐的飞船上安装了炸弹 卡斯巴尔把预先准备好的手枪放入了同行的夏亚包中 当然夏亚过安检时被收到枪支 当然无法登机 这时眼看飞船就要起飞了 如果夏亚错过这次班机 很可能赶不上开学一试 当然这时预谋已久的卡斯巴尔将夏亚拉去了洗手间 提议他们两人互换身份 由于两人外貌几乎一样 情急之下夏亚同意了这个计划 对卡斯巴尔而言这是一个新开始 所以不慌不忙地配合着安检人员处理问题 完全不知情的夏亚 冲冲忙忙地上了原本为了杀死卡斯巴尔准备的飞船 夏亚虽然是卡斯巴尔的好友 可他的死卡斯巴尔并没有伤感 这样他就可以没有后骨之忧地成为了夏亚 卡斯巴尔利用了夏亚的身份进入了军官学校 他虽然想为父亲报仇 但是也知道复仇的难度之高 稍有差事连自己也会死掉 还好他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做任何事都会有全盘计划 对他来说这次的士官学校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正是迪金萨比的小儿子卡尔玛 当然身为萨比家的少爷是整个士官学校的焦点 现在的夏亚如果想要得到集温君的信任 必须要接近这个小少爷 可是他并不想暴露自己的想法 而是要在学校中每个科目都做得最好 甚至风头压倒了卡尔玛 这样就成功引起了少爷的注意 显然卡尔玛对夏亚带有着敌意 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当然在剧情中夏亚似乎有了超能力 主要可能是配角演技太烂了 夏亚深知集温君其实就是萨比君 所以不管自己再怎么优秀也不会被重视 相反还可能遭到排挤 所以对人没有感情的他 竟然在卡尔玛训练衰落悬崖时出手相救 患难之交 完全赢得了单纯的卡尔玛信任 这时夏亚收敛了一些 他深知不可功高盖主 所以虽然出谋划策 但从不抢占卡尔玛的功劳 而且还有意让他立功 因为只有卡尔玛得到重用 自己才能向上爬 可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夏亚最大的障碍 就是原本夏亚的同学 已经认出他根本不是夏亚 而且查到他的身份是卡兹巴尔 幸好的是 他不是想要揭穿夏亚 而是追随卡斯巴尔为吉翁复仇 夏亚虽然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也戴上了为他特制的面具 但是夏亚依然对他不十分放心 毕竟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一件太过危险的事 可是同时联邦军因不守规矩 意外撞毁农地区 这者怒了宇宙居民 吉翁国要独立的声音在民众中传播 而联邦军开始了镇压行动 迪金的大儿子觉得现在可能是吉翁独立的时机 因为之前差点被叫停的MS计划有了新突破 可以将反应如缩小 这样就可以设计出真正作战的新兵器MS03 这可能可以改变整个军事科技的变革 可是迪金并不这么认为 吉翁应该尽量与联邦保持制衡 不可以真的开战 重要的就是在军事学校的凯尔玛 其实她是联邦军的人质 可是当夏雅在凯尔玛口中得知了MS的存在 并且很可能将其武器化时 就开始了自己的盘算 在她看来最好的就是发动战争 只要挑起战争 不管输赢 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如果他们可以趁联邦军镇压民众时 突袭联邦在士官学校的驻军 如果成功就可以立下战功得到信任 但是如果失败 也成功引发了联邦与杀父仇人薩比加的对决 当然她依然还是期望作战可以成功 她虽然与薩比加有仇 但同时也不认同地球联邦 对她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 吉翁国可以独立 而从薩比加手上夺回控制权 所以夏雅用尽全力说服凯尔玛发动叛变 而凯尔玛却有些害怕 还想说服自己的哥哥 士官学校校长一同参与 可是这个想法立即被夏雅阻止 夏雅希望凯尔玛亲手去转动这个历史齿轮 只有凯尔玛立功 自己在背后做的才不会白费 并且还可以借助战争解决自己的心腹大患 最后凯尔玛答应了 并按照夏雅的计划行动 虽然在凯尔玛心中还是有些胆怯 毕竟这是第一次战斗 和之前的演习不同是会死的 但是在身边士兵的鼓舞下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当然联邦军完全没有准备会遇到叛变这种事 加上夏雅优秀的临场指挥 很快就把多于自己十倍病例的联邦军营占领 顺便产出了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位战友 因为他绝对不可以有闪失 他也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伙伴 战斗干净利落 甚至当凯尔玛的哥哥赶来做和尸老师 发现自己的弟弟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正是这场兵变 开启了之后那场一年战争的大门 毫无疑问之后凯尔玛成为了这次破晓起义的英雄 但是现在的吉翁有能力与联邦宣战吗 地球联邦是何时开始研发钢弹的 而夏雅又是否可以成为第一批机动战士驾驶员呢 在破晓起义成功后 凯尔玛成了吉翁国的英雄 按道理夏雅应该得到了凯尔玛的信任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单纯 毕竟现在吉翁还不能完全与地球联邦翻脸 地球联邦要求交出这次兵变的主谋 可是遭到萨比加长子激怜的拒绝 因为主谋就是自己的弟弟 在联邦代表与吉翁争执不下时 迪金萨比亲临现场 提出让自己三二次 士官学校校长德兹尔负责 但同时为了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联邦军要撤离吉翁 迪金此举相当于在试探地球联邦的底线 但是已经造成了联邦军的不满以及警戒 所以迪金对这次的突发实践十分不满 并严厉训辞了德兹尔 迪金让德兹尔做士官学校校长 最主要原因就是保护凯尔玛 可是凯尔玛这次竟然发动了这么危险的行动 德兹尔竟然全然不知 所以为了不彻底与地球联邦翻脸 德兹尔只能引咎辞职 并处理了怂恿凯尔玛的夏亚 可是夏亚完全没有感到失落 自愿提出退学离开军队去往地球 但是她希望自己如果能再次被召集入伍 可以成为驾驶机动战士萨克的驾驶员 为了成为驾驶机动战士的目标 夏亚去到地球后开始驾驶机动工兵 还在赌场遇到一位具有神秘预知能力的女孩拉拉 并将拉拉从争夺她的黑势力手中救出 最后带着拉拉去往了宇宙 同一时间地球联邦也在秘密研发机动战士 这个代号为LX78的企划 没错也就是之后大家俗称的始祖钢弹 阿姆罗的父亲提姆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并且他就是敌对阵营研发者的得意门生 这时联邦军收到了一份情报影片 里面展现了急翁研发成功的机动战士 提姆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所以联邦长官私下告诉提姆 米诺夫斯基博士有意跳槽到联邦这边帮忙研发机动战士 想要派提姆亲自去月球与博士接头 看看他是否有真材实料 可是提姆到达月球都市后发现 当时的联邦已经开发出自己的MS 并且已经开始量产阶段 提姆还被辞效到他的项目进度缓慢 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说实话提姆见到已经量产的MS感到震惊 但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绝对不是米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机动战士 仅仅是图有外表的廉价产品 这时博士叛逃的计划已经被急翁军事破 所以在月球上被急翁的五架机动战士埋伏拦截 当然其中驾驶红色机动战士的人正是夏亚 德志尔信守承诺 让夏亚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批机动战士驾驶员 不过那些经过艰苦训练出来的驾驶员都似乎很不服气 毕竟夏亚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就成为了驾驶员 不过卡斯巴尔认为 不管怎样夏亚的驾驶技术精湛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为了得到博士的协助 联邦军也不敢轻敌 所以一口气派出了12架自行研发的MS应战 12比5在数量上绝对碾压 为了亲眼见到双方MS的差距 提姆要求亲自去战场检查战斗数据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联邦军的MS在吉温研发的MS面前如此不堪 在拥有压倒性数量的情况下 联邦军竟被团灭 就连想撤退的指挥官也被夏亚歼灭 最后提姆亲眼看见自己恩师不幸身亡 这件事也让提姆明白 MS的研发绝对不可马虎 要传承自己恩师的理念 所以亲自游说军方增强RX78的研发支持 这次月球战争的胜利 使得吉温共和国下定决心改名吉温公国 在UC0078年10月24日 迪金正式发布了独立宣言 成为了公网 而吉温公国拒绝向之前月球行动道歉 使得谈判破裂 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他殖民心的表态 有些保持中立 有些站在地球联邦那边 最后在UC0079年1月3日 吉温公国正式向地球联邦宣战 并取得了月球都市的控制 而这时的阿姆罗无意中发现了父亲关于钢弹的秘密 从此开始废寝忘食地研究 所以在之后的一年战争中 阿姆罗并不是仅仅看着说明书就会驾驶钢弹的 战争爆发后吉温军占了上风 联邦军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真正的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 双方的仇恨不断累积 只会将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所以这时的吉温开始向反对自己的殖民心下手 说是宣战其实是赤裸裸的屠杀行为 吉温机动战士队长卡斯巴尔对这种屠杀行为感到羞愧 但是为了完成命令不得以为之 可惜他没想到的是 紧接着又接到了一个用殖民心撞毁地球上联邦总部的命令 他对这种不光彩的做法 罔顾殖民心死活的命令无法忍受 愤然离去 然而吉温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停止行动 他们强行为殖民心加装了推进器与耐热膜 并用毒气灌入殖民心内部 使得整个殖民心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毒气室 一旦战争爆发后 有些人就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为自己的暴行寻找借口 什么特别军事行动 什么违和行动 其实都是欺骗自己而已 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 其实应该说是欺骗自己的民众继续支持自己 吉温一直宣称的为了让战争提早结束 这同样也是借口 UC0079年1月10日 Sight 2偏离了自己的轨道 进入了会与地球相撞的轨道之中 就算联邦军想拦截也无能为力 最后落入了地球造成了重大灾难 地球上将近一半人口灭绝 可是这仅仅是战争的开始 这让我联想到埃瓦中的第二次冲击 也是灭绝了地球上一半人口 说实话 这时的迪金也觉得自己儿子基连做得有些过分 可是现在为了不会成为战犯 只能选择赢得这场战争 基连见到逐渐老去的父亲 已经开始不把他放在眼中 毕竟现在掌握实权的是他自己 现在在殖民卫星Sight 5上 有两派势力争持不下 所以没有选择投靠联邦军还是吉翁军 为了可以控制其他的殖民星 基连决定要攻下Sight 5 而这时仍然住在Sight 5上的阿尔代西亚 已经成为了一位医务人员 而夏亚似乎正会参与这次行动 同时联邦军也向Sight 5派出重兵 战舰数量就是吉翁军的四倍之多 不过有些支持吉翁军的报名去挽了Sight 5 他们烧杀制造混乱 可是被英勇的阿尔代西亚击退 遗憾的是他与哥哥的养父在这次骚乱中离世 突然Sight 5的港口被攻击 这次的袭击是夏亚一人所为 他知道在这里有可以揭穿他身份的人 也就是夏亚的亲生父母 所以他必须采取行动 不然他努力扑派的一切都会白费 当然这同时也是吉翁军的诱敌策略 不过就算如此 他也希望自己的妹妹已经逃离了这里 但是当他看到自己妹妹还生活在这里时 为了自己的计划顺利 知道他还活着就已足够了 这次的突击成功使得联邦分兵去保护Sight 5 这样减低了决战士联邦军的兵力 这时吉翁军率先开始攻击 在传统的战舰对决中 吉翁似乎落在下风 基连有战舰被击毁 可是基连并没有慌张 他还有王牌没出 那就是萨克战士部队 而这正是红彗星成名战 夏亚为自己的萨克改装了超强引擎 就连改装的技师都认为 已经超出了人类可承受的范围 但这也是夏亚可以一举成名的机会 甚至连初级时都不穿太空衣 因为他清楚只要自己的价值舱被破坏 就算侥幸存活也没有意义 如果他没办法被重用 接近吉翁权力中心的话 那就和死了没有分别 所以他已经把自己和萨克 变成了同一命运体 如果自己不能改写历史 也就没有价值 所以他从侧方高速冲入联邦军主力舰队之中 就如同一颗会形般展开了历史性的一击 原本战具主导优势的联邦军 突然无法侦测到吉翁军的战队 因为德兹尔下令所有舰队关闭电源 保持一支队形前进 加上电池的干扰 使得雷达无法找到吉翁的主力 再加上夏亚的突袭 成功在联邦军主力战船中引发了骚乱 击毁了多架战舰 等联邦军发现时已经晚了 这样吉翁军就成功解决了远程攻击的劣势 改为近身缠斗 同时已经埋伏在战舰下方的机动战士 正式对联邦战舰发动攻势 就连联邦军总司令都觉得吉翁实在很可怕 当然这也是很多联邦士兵第一次见到萨克战士的威力 由于MS的机动性能高 所以很快就瓦解了联邦的军舰群 即使联邦立即升空战斗机也无济于射 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已经进入宇宙战争了 但地球联邦思维依然没有进入宇宙 从他们的军舰和战斗机就可以看出 外观设计完全与地球的舰队飞机无异 这可是没有空气的宇宙 那些根据空气动力学设计出来的造型根本没有用 当然吉翁的萨克战士就更适应宇宙作战 这一点我觉得欧美的影视作品设计比较合理 起码不会像直接把海里的军舰扔入宇宙的感觉 不可思议的是 就连战舰转弯时也要像海中一样转动舵盘 这是多么偷懒的设计 而夏雅的萨克速度是其他人的三倍 并且他为了节约弹药精准攻击 几乎一发火箭炮就击毁一艘战舰 不过这个策略有个致命弱点 就是不计代价的突袭导致自己本土无兵可守 只有狄精和凯尔玛镇守 当然联邦军最后放弃了进攻集温本土 这次的全面胜利使得祭连野心大涨 原本大家以为不计代价的胜利是为了尽快停战 其实这只会使得侵略者有了更大的野心 和平只会越来越远 而狄精不想自己儿子走向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路 但是基连完全踢不进去 他要实现集温的理想 让宇宙居民成为新种族 要引导人类进化到下一阶段 总是不能妥协 只能向前迈进 这番言论使得狄精感到不安 他不能让基连回到整个国家 所以请求女儿基西利亚来压制基连 而基西利亚为了制衡哥哥基连 展开了秘密行动 但是他并不赞成停战 不过依然按照父亲的指示 将俘虏的联邦大将暗地救出送回地球 有趣的是途中被夏雅拦截 不过当夏雅看出眉目时立即放行 他知道自己不能阻碍了吉庸高层之间的斗争 很快按照狄精的想法安排了停战交涉 派出了吉翁第一地球通河谈 其实是投降劝告 当然深入敌军的代表带上了凯尔玛作为保险 这样狄精不容易将他变成弃子 凯尔玛也极力邀请夏雅与他一同去往地球 但是这时夏雅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 就是要调查出联邦军暗中研发IMAS的基地在哪里 要将风险扼杀在萌芽之中 可是让公王狄精没有想到的是 那位放回地球的联邦大将 回去后却发表了要继续作战的宣言 再加上原本联邦高层就没有要停战的打算 其实最想停战的就只有狄精一人 这时的狄精也彻底对停战绝望 愤怒地要让好战的地球人得到惩罚 因为Sightify的沦陷 阿尔代西亚也被逼离开 去往了最偏僻的Sight7 当然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会让他卷入战争之中 这时的阿姆罗也拆到了代号钢弹的家伙 应该就在这个殖民心之上 他对钢弹的好奇心改变了之后整个人生 那么夏雅最终可否找到联邦暗中研发的钢弹 钢弹到底有怎样的威力 能否反转联邦与吉翁之间的战局呢 请看我的下期解说 颠覆性的黑科技十组钢弹 我会以机动战士钢弹电影版作为解说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 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苗知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